现在只要你想要在网上做电商 微商都会用Facebook来打广告 希望会增加销售量 但是当大家都在Facebook打广告的时候 广告费就会越来越高 久而久之就会变成好像现在的线上游戏那样 所以能给的钱更多更好 买更好的装备 所以就有更好的能力打赢 当一个生意的广告费越来越高 应该怎么做才能提高我们自己的竞争力 要做到无论广告费如何高涨都好 你的生意还是有竞争力的话 就需要提高你的顾客在你生意上的终身价值 就是说如何提高顾客在你生意上的重复消费 今天的影片将会介绍 你如何可以用免费的工具 System.io 做行销漏斗 收集顾客的名单 System.io 是现在市面上最便宜的广上工具 你甚至可以从免费配套开始 今天的影片你将会学到 第一 什么是System.io 第二 如何可以领本钱用这个工具再网上卖东西 第三 如何用这个工具帮你赚取美金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我的影片 我的频道是主要分享网络行销网络工具 网络赚钱的知识内容 如果你也对这些内容感兴趣 欢迎你订阅我 打开小铃铛 还有给一个赞 如果你现在要在网上做一门生意 除了放在Lalada Shopee外 你还可以自己做网站 就做Shopify网站 Workpress网站等等 一般上顾客来到这些网站后 都会被里面的内容给分散注意力 一般的网站都会有团队的页面 你公司背景的页面 其他服务等等 所以顾客因为你的脸书广告 来到你的网站页面 顾客会因为你的网页内容太丰富 而忘记了他为什么会来到你的网站 从而降低了你的广告转换力 因此有一种页面叫做Landing Page 诞生出来解决这些问题 它的存在是为了让你的顾客 做出你要他做出的行动 比如给你email购买等等 他不会有任何的按钮 只会有一个或者是一个目的 收钱或收名单 然后把你的顾客放入你的行销漏斗里 完成第一页的目的后 到第二页 到第三页 基本上是无限的页面 但是专家的建议是 最多是三个页面为顶线 我们来到System.io的页面 可以了解到 这个工具有四个配套 除了最高的配套 有Webinar的功能外 其他的配套都没有 如果你只是用它的免费配套 也可以让你收集到1000个名单 你还可以有membership的功能 就是如果你有卖课程 你可以在这里设定 只有给钱的人才能登录 免费的版本 也可以让你制作你的网页 还有三个新销漏斗 还有你做出来的网页 底下会有System.io的连接 如果有人来到你的网页 点击到Me System.io的连接 并成为付费会员 你自己也可以有40%的回收 你是用家也是推广者 System.io也是有 人们行销的奖金制度 高达40% 如果你本身已经有产品在手 你可以通过System.io 把产品放上 就可以开始卖 里面已经有Payment Gateway的support 你只要把你的Scribe资料 和PayPal的资料对上 就可以开始收权 如果你的产品是比较Cremium的 你更加适合用PayPal来卖 因为System.io可以让你做Upsales 什么是PayPal up sales 思想想有一天你的女友 叫你到便利商店买一只沙拉酱 你来到便利商店 正要伸手拿一只去结账时 看到旁边摆着一模一样的沙拉酱 但是是两只装 比起但买两只更便宜 这是现实的状况 如果把它放到网络上的话 只有通过Final页面才可以做到 而且还可以做得更好 如果两只装客人不想买 你还可以到秀莎 买小只装的 或者是其他产品给它 把它的checkout篮子变大 这样的话 如果你对于这产品所赚到的钱 可以cover到你的光发费 第二个第三个产品 就可以完全的净赚 你还可以拿到顾客的资料 你就可以不断的卖它产品 过一段时间后 如果有什么出销的活动的话 都可以email领络它 就不需要再打广告 如果你本身是没有产品可以卖 你还可以利用这个工具 帮助一些有产品卖的老板 制作好一个网页给它用 你可以跟它profit sharing 或一次幸福费给你当作网位设计的钱 比如我之前帮一个老板设计了一个卖月饼的网页 就是一次过给我设计费的费用 如果你想要学习或下载这个模板 可以到这个影片下的链接 跟着链接网页里的步骤就可以拿到 有兴趣的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链接 除了刚才的方法赚全卖 这个工具也有人们行销的方法 给那些帮忙推广的人赚钱 你可以把你做好的模板让人下载 当那个人用你的链接下载模板 那个人的账号就会和你的账号绑定在一起 当他把账号升级 或者到System.io的Marketplace购买课程时 你就可以赚取美金 你还可以免费的帮一些老板 做免费的网页 用你的链接帮他注册账号 然后每个月当付费的时候 你就会有40%的奖金 因为免费的版本就可以收纳1000个顾客名单 如果给公司用的话 很快就会满 满了就需要升级 升级了那个公司的账号 就会有更多的function 好了今天的System.io的简单介绍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这个影片可以帮到你 希望你可以给我一个赞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 我的频道会分享我在网络行销里 学到网用到的工具知识内容 如果你还对这些内容感兴趣 欢迎你订阅我并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一集见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我的频道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我的频道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